这里我们会示范如何在CodeSpace中加入一些在网上找到的材料特别的影片 例如这里我有个课室 我们可以插入一些网上影片,例如YouTube 例如有个叫洗手歌,我们可以先听一次 这里大概是三秒钟 洗手至少洗二十秒,一边洗手一边唱这首洗手歌,插不光就是二十秒 可以录下它,最简单的方法 Pause先,就是用iPad或iOS的屏幕录影,Screen Recording 我现在正在进行屏幕录影,拉个Ctrl Center 就是这个键,你就可以进行录影了 我正在录影,很简单就开着Screen Recording的功能 就是这里,就是这个 记住按下它,接着可以开YouTube App,播片它就会录下它 这样就播一次吧 洗手至少洗二十秒,一边洗手一边唱这首洗手歌,差不多就是二十秒啦 好,播完啦,可以stop这个recording的 现在我就不会stop啦 视频录完就会自动处传在Photo App那里的 就是这个啦,那个花那里 你就找找reason啦 应该会找到刚才的影片的,你按一按呢 它就会可以再播回来看的 但是呢,留意呢,这就先开声先啦,别以为没有声 差不多就是二十秒啦 播再播的时候,你开着这个喇叭就会播回来看的 但是呢,你不是整个画面用完的嘛 好,stop它先 但是不是整个画面都用完呢,我们只是用E-foot的 这个呢,我们crop了财钱,而且头头尾尾可能六多六小嘛 留意在Photo App里面呢,iOS就有edit制的 这里可以做小剪裁,例如做这个cropping,就是财钱 所以你按一按这个,那你就可以要你想要的部分 例如我只想要E-foot的,那它就会自动帮你crop了它,财钱它 好,画面呢,就是要E-部分,我先讲画面先啦 那你就可以按一按登,那还有其他可以教的 左右反转,上下反转,flip了它,就是任你做的 好,另外就是光暗,这里我们不多讲了,颜色这些 我们暂时讲的,最先按登先,等它等,等它save 好,搞定,可以再play,右上角 我也可以选择。如果我想选择头头尾尾,这些cursor流动的地方 这面呢,这边的位置呢,可以再把它,就是好像iMovie那样的 这边才开始,我cursor放这边,先开始 尾部剪不出可以剪头剪尾,这个我们叫Trim,刚才那个叫Crop,画面的大小只要一分就叫Crop 视频长短时间,头尾不要我就叫Trim,可以按Done 你可以Save Video,replace原来的影片 现在这个视频就用得了,就是用iMovie,用iPad的screen recording功能就可以这样做 有些可能发现这部机可能没有了屏幕录影的,Rs里面就找一个setting键 如果你发现没有这粒键,有一个录影按照,你去setting app,你按一按search 要打control center,用控制中心,因为刚才我们拉下来有这堆东西,这堆这样的键,其实我们叫control center 你打screen recording是没有的,接着我们可以选择customize control,可以选择一些键 就是说在control center,这些现有是说在这里,可能iPad未设好screen recording 可能会在下面的,可能会在下面的,现在我把它放到下面,就有些功能 alarm,dark mode,noots,screen recording,其实是一个short cut 你按按这个加键,按按这个加键就上回来了,你关掉它就没有的 现在开着就可以了,现在这里就会有了,好,这个就是开screen recording的方法 好,我们可以回到coldspace里面,coldspace里面,可以插回刚才那个影片 我们再选upload,我们今次选medios,今次我们是在youtube用平方录影录回来的东西 理论上youtube任何东西呢?理论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ros平方录影功能都很强 大部份的影片都录到,除非你是copyright的材料,有版权的,譬如是Netflix那些录不到的 即是收费台那些,它应该会锁了,不让你录,按upload 这样的话,ros就是很尊重知识产权的,youtube那些是public的,公开的 理论上是录得到的,即是好像有个录影机那样,但有些是收费电视的,它就不会给你录的 好,我们点回这个影片了,三四许钟,再选use,它就会压缩影片,再上载去coldspace的平台那里 我们等它等,它需要少点时间去处理它,这个就是我们的video 录录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扯到coldspace的场景里面 好,上载完毕了,这里我就可以将这个video直接扯到任何一个地方 这个coldspace里面,我可以double tap它,跟着再按attach attach,就找一些蓝点,半球体可以粘在那个地方那里 就会看到这个video了,我再放大它,放大它少少 好,现在video用得了,按play键,它就会播放了 洗手至少洗20秒,一边洗手一边唱这首洗手歌,差不多就是20秒 这个就非常方便的工具,因为可以直接将网上找到的东西,你录下它 就变成是平白录影的影片,再插入coldspace,用这个3D空间来的 就是这样的,我可以将它和它贴到任何3D object里面 虽然video是2D,但是coldspace里面有很多3D object都可以 用这个方法把它做得好一点,好,我们到这里先停一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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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